我年紀見識 這個不見識 這個是在學珠寶一段時間 那最近一兩年的時候 大概就學到比較進階 已經進階版了 對 會教和田玉 這一塊的玉子 我是覺得還滿不錯的 而且它有點 有點像古玉的味道 它有比較特別的一個氣質 所以說我才把它買下來 你覺得它的玉不錯 不錯在哪裡 它應該 我認為它應該 它應該算是 俠義的和田玉 俠義的和田玉 而且它的 就是說白玉有四個產地 然後我們會說 新疆和田玉是所謂的鎮魚 那其他像青海料 鵝料 或者寒料的話 可能就是所謂的 廣義的和田玉 所以你這是新疆的 對 我認為是 書背得不錯 有背過 是 買多少錢 這一塊買的話 大概在三萬塊錢上下 這是已經是它 學成之後的意見 不敢說 因為就是覺得 還滿喜歡的 反正它說它進階之後買的 通常就是說 我們會很多人 就認為它就是和田 就是新疆產的話 認為它就是和田 你意思是 第一個就是說 它純的這個白色很白 洋子白玉 第二個就是像這種青玉 這種青玉 然後它有很多帶糖料 這個糖的那種感覺 所以感覺好像是古玉 對 那是糖 因為它有沁澀 這個糖就是這種 天然的鐵質的 這種天然效應 它這個看起來像古玉 是啊 對 然後它玉子 我是覺得不錯 就是它這個 我們講說 潤 是夠潤 對 那潤呢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講到 常常我們就講顏色 白不白 對 潤不潤 這樣子 然後雕過玉 我覺得也不錯 不過它是 形字上是古玉 這可能 這所謂的形字 一些調 來來 蜘老師來講一下 我請蜘老師來幫忙一下 形劇怎麼看 其實現在很多人 古人喜歡的樣子 應該是說 現在很多人在看那個 青宮劇 這件東西 你大概就會看得到 那個玉配 尤其是辦大禧的時候 禧室 他們會把這個 掛在玉配 掛在這裡 這是一個玉配的造型 當然掛的時候 這是古人 古人在重要場合 他們掛在 他們當作一個 很重要的裝飾 跟身分的代表 古人也這麼浮誇 古人就是靠這個浮誇 因為他 所以廖老師 是看青宮劇學的 他應該去常常看 你是看青宮劇 你才知道 我要 一個這麼大型 放的 胸口 沒有 我跟你講 男生 你看看以前拿破崙 拿破崙 他就這樣戴了 所以這個形制 是古人在重要場合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大喜之日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 上面有龍鳳 是 龍鳳 然後另外 它這個有魚 年年有魚 那所以 它這個是把古代的這個形制 加上現在的吉祥 比如龍鳳 魚 年年有魚 然後這邊也有龍有鳳 整個磕在上面 所以這件東西 一定是大富人家的用品 好 那我們當然要來見價 大富人家的用品 如果是古早時的 古域流傳到現在 到底應該值多少呢 兩個人瞧好了嗎 可以 好 可以 來 我們 老師請見價 四萬元 有點尷尬這價錢 你說它貴也不貴 說它不貴也蠻貴 對 因為老師講的 就是它講這個形制上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的證據裡面 它是屬於那種所謂 我們就現代的仿古 所以它是造假的 不是造假 這個是何田玉沒有問題 它的工藝上來講 它很多的 對 因為它表面上 你看這邊 作舊 對 你看這表面上 有很多 這個顏色跟這是相符的 但是這裡的 邊邊角角裡面 有很多的顏色殘留 它是洗不掉的 所以它不是拿來配戴 可是拿來把腕 觀賞用的 所以它的這用途不大 第二 它的顏色是屬於那種 我們講那種灰色的 青灰色 我們叫青灰玉 它如果像楊史白玉翼 那麼滿就不得了 對不對 是 所以說我們這樣算起來 給它估價行情 現在大約差不多四萬塊錢 應該是合理的 還是有小賺